哈囉大家好我是七仙 那最近呢大家應該有都發現了 我又回歸MOBA了 本來呢我是真的不打算再碰MOBA遊戲了 我想去玩別的遊戲 想做一點別的事情 所以呢我的頻道有好幾個月沒有更新 那段時間呢我確實也玩了不少遊戲 不過玩來玩去 還是少了那麼一點靈魂 沒有feel 沒有感覺 不過也是因為這幾個月 我一邊休息一邊幹著一些不正經的事情 才發現我好像真的還是比較喜歡玩MOBA遊戲 也覺得自己MOBA遊戲是玩得最好的 所以最近呢我又回歸了 也將近快三個月了 雖然我不再像以前那個樣子 每天把經營頻道當作是生活的重心 也可以發現我比較少在做激鬥的內容影片 原因也很簡單 就是因為做影片呢太消磨我的青春了 付出與收穫不成正比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呢 我現在打激鬥啊 就是因為自己想玩而玩 我沒有固定的開台時間 我很長很長呢 就是去附近的路易莎喝咖啡 喝一喝滑滑手機用用電腦 我突然就好想玩激鬥 於是呢就衝回家打開激鬥 開始直播 那最近呢我又思考了一下 那既然我喜歡玩MOBA遊戲 何不回去玩玩傳說呢 那傳說是這個市面上熱門的遊戲 比較多人在關注傳說的內容 那如果我喜歡玩MOBA遊戲 何不都玩 就這個可怕的念頭誕生了 為什麼說很可怕呢 那就是我可能會變得比以前 專做激鬥啊還要忙 但也是因為這個念頭 我好像終於找回了熱忱 說實話呢 我平到這幾個月啊 方向是沒有一點 你們可能聽不懂這句話 現在年輕人都是這樣說話 我看Bride開台啊 他常常逆風的時候 他就會說 根本玩不了一點 玩不了一點 所以呢 我前幾個月啊 可以說就是沒有方向一點 而當我有了 什麼遊戲都能玩的這個想法之後呢 不論是在直播遊戲 還是在做影片 甚至是我自己的生活 都讓我找回了一點熱情 我之前就一直卡在 我真的很想玩激鬥 我沒有辦法不玩激鬥 但是激鬥的流量呢 我拼死不上班 一年大概就那樣子 活不了一點 那現在呢 我其實可以都玩 我甚至空閒的時候 還可以去玩個漁夫 潛水一下 對吧 比如人馬出了 我去做個影片 蹭點流量 我好開心 我還有很多 我擅長的端游英雄 還沒有出 還有許多技巧 我想分享給各位知道 那傳說對決呢 他也有心腳 我也可以第一時間去研究 蹭個流量 不也是不亦樂乎 如果做YT呢 沒有一點熱忱和熱情 真的很恐怖 我體會過 不如呢 去外面找個班 說不定同事還很nice 還有機會交個女友 看一些在線小電影 可能都更有動力啊 起床上班 那今天就簡單跟大家 拉拉賽啊 講講最近的近況 9月中呢 我就要去日本玩了 到時候也會拍個簡單的影片 給大家看 我要搭郵輪 真的很久沒有出門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那我最近的目標呢 就是傳說100星 以前呢 我最多是達到50多星 蠻想拼一下的 所以會比較堂打傳說 如果你也喜歡傳說 可以多多follow我 那再來想到激鬥 激鬥是目前我覺得 可玩性比較少 因為我從6月多開始回歸啊 到現在將近3個多月了 我覺得版本幾乎沒變 想要爬分 我就得玩那幾隻英雄 就算了 玩法還非常固定 說實話 就是用一樣的方法 然後刷場次等運氣 自然而然 我就會上分 真的進步沒有一點 會比較空虛一點 那也是因為現在現行的夜流機制 以及玩家少的情況下 有大概機率的場啊 都是下抓 也就是我一個高分 配四個低分 我覺得這樣的機制呢 非常不好 第一個就是實力差距過大 大到什麼程度呢 就是這個遊戲 已經不關我隊友 他玩得怎麼樣 我只要當天狀態好 我就能C 你隊友你怎麼玩 都無所謂啊 當然隊友太誇張 還是會輸 我一直是遊戲的輸贏 真的不管隊友玩得怎麼樣 那隊友其實也知道 你們知道 我怎麼知道 隊友知道這件事情嗎 你們有沒有發現過一句話 就是現在基本上 沒有人在說Sorry 什麼意思 我講一個故事 以前我打英雄聯盟的時候 那個時候 經常撞到很多的職業選手 那時候就生怕一個失誤 你知道嗎 而且一旦失誤了 一定會 不管是我還是其他人 一定會打一個Sorry 因為大家都是 凝聚在一起 想爬分 想努力 都不想要因為一個失誤 而導致這把遊戲的結束 那現在整個峽谷 沒有人在說Sorry的 好像你帶我贏是應該的 我失誤就失誤了 反正我好像也不影響勝負 大不了輸了 下一把 還是有一個大腿 會帶我飛 我覺得這個大家共同努力爬分的風氣 已經不在了 現在整馬可能就兩個高手 我們兩個高手呢 也不是比說誰玩得好 而是比哪一邊的隊友 比較會給機會 誰就能Carry 而Carry跟實力是不一樣的 意思就是哪一邊給機會 先被滾雪球 很可能遊戲就因為這個機會 而結束了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去了國服 我經常看國服直播 雖然國服以上的精英場 也是很多疊場是上來 一點實力沒有的 但是也確實看到 比較多的質量局 那國際服的話呢 上賽季末 我打到111星 好像真的沒有半場質量局 也別說質量局 因為人少的關係 我想配對到一個精英當隊友 都很少 而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呢 我磨練的是 我打大師宗師的能力 我變得很會去 滾大師宗師的雪球 我很會去Carry宗師局 但是我遇到高手局 說實話我沒有太多的經驗 我可能還會被電 那我現在才終於 領悟到一件事情 這也是一個小故事 就是當時激鬥 還有職業隊的時候 那個時候呢 閃電狼的職業選手 做康 他有一次開台 沒有在打激鬥 好像是在玩瓦吧 然後我就去留言 我就跟他說 你怎麼不練習激鬥啊 他說國際服 只會越打越爛 我現在呢 才體會到 所以說他的理解 超前了我一年 確實以他職業的角度來說呀 打這種場呢 不管是輸 不管是輸 他都沒有學到任何等東西 而且呢 還會越打越混亂 他會錯亂你知道嗎 他那個滾雪球的速度 他那個 呃 對手的實力 哇 你真的是搞不清楚 你知道嗎 你不知道你要在第幾層 我相信應該還是有人 能懂我說的話 就是 你真的不需要打到精英 你可能是一個宗師 但是你很擅長玩一隻角色 你把他玩到出城入化 然後再加上你對這個遊戲有一定的理解 你知道怎麼滾雪球 你知道一些大局觀 你知道怎麼end game 結束遊戲 那麼你就會發現自己呢 其實就是要用同樣的方法 然後去滾雪球 然後呢 去帶領 去carry這些人獲勝 你其實從中 沒有獲得太多的成就感 你沒有在學習 沒有在進步的感覺 就是一直在虐菜 一直在虐菜 沒有進步 我覺得這是比較難受的 那以上呢 就是我對國際服的近況的一些想法 所以呢 這賽季我去打了國服 那最近呢 因為雞豆都沒有更新 呃 這個版本說實話 有一點玩膩了 我也會先去打傳說 那大概就這樣子 我還是會持續 呃做我想做的事情 也就是moba遊戲 那大概就是這樣子 想說的都說完了 那就感謝你 看到這裡了 拜